我們來看看如何讓Place可以更輕鬆方便的輸入中文 首先你可以先選擇一個喜歡的這個範本 那當然在Mode這邊可以找到更多 那麼找到之後呢 我們按Use Template 進來之後可以先從上面這裡 Customize 好找到這邊呢有一個中文的布景 那很明顯的一套中文布景之後 他的這個 文字字體改變之外呢其實連背景都改變了 如果您剛剛沒有看清楚我們可以再把它恢復成原來的 那怎麼辦呢 點到這個中文布景之後我們可以再往下 往下有一個叫Advanced 點開之後呢您可以進到這裡 叫做Press CSS Edit 打開之後呢您就可以看到 我們Press裡面所用到的這個字型的部分在這裡 在上面這三段 這三段的話就是我們 主要的那個 大標 次標還有內文的地方 它預設呢是使用 所謂的名體的部分 Dynafoam的名體的部分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 把它複製起來 這三段 Foneface的這三段 那麼好了之後呢我們只要回到 讓它復原到原本的 接著呢一樣 來編輯一下 把剛剛中文的字型的部分呢 把它改到我們原本 布景裡面這三 上面這三個 把它貼上取代 把它貼上取代 這樣就可以了 把它按下Apply 那麼現在呢 這個布景主題 它就可以打入中文了 比如說我們點到這邊 所以下次呢 所以下次呢如果你發現 Price的中文有問題的時候可以嘗試這個方式 也很單純 那當然 因為它預設使用是Dynafoam的名體的部分 所以 字會比較細一點 那有另外一個方式其實也可以試看看日語的 日語的部分呢 它會有缺一些中文字 可是它的好處是就像你現在看到的 會變成 所謂的那個初體的 中文字 所以這也是另外一個解決方法 也是另外一個解決方法 或者是說 一樣的我們進到 它用日語之後 我們就來這邊的 CSS Edit 您可以看看它是哪一個 要 比如說我們如果只有大標題 你想要用這樣初體的 你就摳大標題的部分 拿到 我們剛剛中文的那個裡面去 這樣 您的大標就會是初體 然後 次標 還有 內文的部分 就維持 還是細明體 所以 這也是另外一個 參考 但是要注意一下就是 如果用日文的 有可能某些 字 可能會遇到有缺字的情形